100块钱放到两个杯子中 猜中的话呢 钱就归你 猜不中的话 对着镜头说 我是一 还有这样的伙伤 赶紧来呀 钱放到杯子里 我要开始转了 海山倒海 眼花遥当 猜是哪个 我猜左手的 确定吗 确定 今天是什么 没有 空的 它不可能 来它又别 给 还是没有 还钱呢 那我早就拿出来了 你这傻眼神 我不信 再来玩 不服气的话 我们就来玩 猜一辈子做你 大不了光你给我猜 我也要给你猜 行啊 猜到哪个材料 就拿哪个资料 剩下就归对方 开门 基本上是两分时来我 一分上是玩过的 脏兮兮的星座你 还有一分是 崭新了 仙气的星座你 到底你要崭新 仙气星座你 那就看你的眼力了 小伙伴们 跟我们一起来猜哦 开始了 不要让你 刀不刀 心里在哪里 我眼睛都慌了 来猜吧 听过我的直觉告诉我 应该在左手 一二三回 不好意思啊 你拿到的是 一种玩过的 脏兮兮的星座你 所以仙女 又被我了 第二集要给你准备的是 超沫的皮蛋 还有泡沫手水金带 这种皮蛋你是吃定的 谁谁还必定哪 这一局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佛山无音烧 小哥们跟我一起来准准擦 你别一惊一惨了好不好 去哪里了 我来吧 这个应该是这个杯子 猜它 我猜这个了 又有鲜鱼又有鲜材料 我不想吃臭鱼蛋 第三个呢 我给你准备的是仙气盘剥纸 还有扎手的黑昌尔 让小哥们擦亮眼睛看好咯 我要来拳咯 我又不相信你们还能负责亲 谁是谁 知道谁 是谁 还能ПoQ OK 来得 我这边一招我指 上 肯定 啊 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不过 恭喜你 你又拿到了最差的材料 哈哈 这才是人右手的 第四轮是画泥棉花纱 好像全部一样的棉花泥 咱们新娘友有什么用 等下就给你画美女咯 你怎么知道我会拿到棉花纱呀 我对不起你的运气 还是这么好 只好运气我看不是眼力 眼力再好也没有我手速快 来啊 快 我猜粉红色的棉花泥min 应该是这边这一刻 我就说你这一局的运气 可见不会那么好了 就你画泥开了 滚泥计划开启 同样是星座泥 泥为什么这么丑这么脆 这还打玩啊 就是块脆脆冰嘛 给你盖着弹苏小贝贝 温暖一下你坚硬的心 炸柔进去 它们居然水火不容 脆泥还是脆泥 棉花泥还是棉花泥 反正都这样了 让参马大兄弟来给你们做伴吧 这简直就是一份泥中的生化武器 哇 根本不能捏 太扎人了 哇 吐 吐吐 吐吐不在的窗儿 棉花泥遇到脆脆泥 最大的改变就是好捏手啊 捏它满手都是 我平衡最讨厌吃的食物之一 就是期待 哇 这个味道直接辣眼睛 哈哈 哈哈 这个味道 好臭 我的星座泥超鲜气 就像蓝色麦芽糖一样 一海蓝天 配上繁星点点 简直就是颜值够表啊 呸呸呸 敲一个鸡蛋 紫色拼不出 太解压了 好像麦芽糖在沾上小糖面 白色的糖果纸也好好看哦 神仙打架呀 在手里像一块蓝色的水晶糯米团子 这手感也太柔软了吧 这手感也太柔软了吧 非常容易拿出金属丝光泽咯 谁用你超级的脏 选择糖花送给小凯爱们 这份你解的就是 又嫌弃又好玩 把妹啊 大姐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啊 不要上周你欠我那五块钱 傻手给我 你就装吧 好